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特别擅长哄老前辈开心呀 你善于哄人开心 我擅长哄老前辈开心 我能够跟老前辈打成一片 也行 请出的就是你的老前辈 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郑健大哥 欢迎郑健大哥登场 欢迎郑健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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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是夕阳红不红 对 中国老话说得好吗 老要张狂 少要稳 没错 老年得拿出精神头来 我知道您之前是李丁跟您搭档过 对 您觉得他跟您搭档您烦不烦啊 不是烦不烦 是特别烦 别别别别 跟小一辈的合作 是不是能够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的 很多有趣的事儿 可不是呗 这个一看跟年轻人在一起啊 想起好多过往 不过我们年轻时候周围 没有像他那么碎嘴子的 哎呀 那您年轻的生活不完整啊 没关系 丢失的年轻 我帮您找回来 好 回忆呢都充满了乐趣 我们可以回忆年少时的小伙伴 年少时的梦想 还有和老伴一起年少时候 那种浪漫的爱情经历 是是 甚至夕阳红啊也可以很浪漫 真的吗 您有疑问吗 不信一起看 这新东村呢竟出新鲜事儿 俩儿子争着尽孝心 把我们俩承包敬养在俩地儿 我归老大 我呢归老二 虽说这吃船呢都是上份儿 可总讲这心里都不是滋味儿 老两口想要见个面儿 还得通话搞约会儿 哎呀到了 叮咚叮咚 谁 叶华 把眼睛 咋这回就来了 哎呦 快起别人 坐下去 哎呦我是 快坐下 我接受你电话我就过来了 哎呦快坐下 快坐下 老伴儿坐吧 快坐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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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伴儿啊 你说啊 这一个月的分别 我正想了你三十天哪 三十天 哎呦 哎呦 咋啦 咋啦 不是 哎 我想你三十天 你咋还哭上了 这月三十一天 这一天 那一天你想谁去了 谁也没想 你说你这老婆吧 你说你是啊 我一来你就给我弄这事 就你这 快走 快走 打开嘟嘟了你 行了 你再这样我走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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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你给我开门 快走 自个开 我没张手 那是啥呀 这是芥蒙凤枣 是 见面就吵 哎呦我 还说说年轻时候那对甜蜜的初恋 你还记得那年月的事儿 记得呀 那时候 你十八 你十九 你眉情不休 你长得不丑 我就爱看你呀 你一看我 我的浑身 真的发抖 然后我就伸出了一双牵牛的手 牵走了我这颗少女的心 我稀里糊涂的跟你走 一大碗 什么呀 我就跑你们家门口那窗根底下 我学那猫叫 喵 我听得好久 我拿起头巾就往外了走了 真好 哎 哎 还傻一句 咋吓死我了 老伴啊 老伴啊 老伴你发现没 今儿没旁人 咱俩人再装一回 年轻时候那样啊 重玩就梦 对啊 装一回 庄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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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没关呢 你不是我的小小苹果 把我爱你都嫌多 哄哄哄哄哄 妈 哎 麻痹 约会 啊 不是 听说听说那个 明天有会 有会 我说事实这事 一让看看 总部是逛会去 我就知道您一个人在家太闷了 这不我提前回来了 这个我好好陪陪您 咱俩聊它一宿的 一宿 啥猫叫啊 您快坐这吧 好好聊聊 坐这 坐这 半夜猫叫 温旧梦 夕阳老人 又年轻 叫上来 啥叫啦 我唱对 啥叫啦 是不是天天不早了 吉叫啦 妈呀 咱们这是城市住宅小区 哪来的基叫啊 您快坐这吧 老公咋还不出来呀 哦 生小孩没听见 我再给他来一下吧 听见了 听见了 您又听见啥了 我听见刚才最后一响 是北京时间二十五点正 你和回屋去睡觉 我到门外看看那只猫 我也点天气冷啊 老莫的嘴 它动一朝两一首动 是要打仗 叫我把心操啊 您管它干嘛呀 我咋不管它呢 您今儿咋是总题猫 我属猫 我爱猫 我就爱看猫跑听猫叫 那叫声一声就比那一声叫 比你那平均三门啊 水平还要高 哎呦 这猫猫这么叫 他发生了吃了好不要了 你咋这么说那猫 那这猫猫呢 妈 您看您这事是咋了 您快坐这儿吧 让他叫去吧 谁管他呀 外面这么冷 我的天哪 我这老婆的这事是咋了 他咋不出来了你说 这多着急人家 我明白了 如今生活条件好 品位高 西洋美声最时髦 我呀 我给他来个美声叫啥 咳咳咳咳 这夜花园里是出镜儿俏儿俏 只有老毛在门外叫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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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猫叫起来还没完了 我出去把他抱进来吗 喵 喵 这猫个大你抱不动 哎呦 多大猫我也抱得动啊 这猫你都抱不动 那我找个棍子 我把他打跑了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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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猫大 Standing 喵 喵 喵 您哪 喵 你哪 你说你爸啥时候来的这是 醒来 咱这逮不了吧 丢任不你 爸 您啥时候来的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你打电话让我来的 我专门让你来的 不是 你说约我 不是 不是 我专门让他来了 我可没打电话让他来 是他 我不知道他 他就是 不是 你咋就不是我 你不是我 你说啊 你看 你婆婆呀还不好意思说 这有什么呀 不就是你想我了 我想他了 我们俩想待一块 你会好好待 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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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二老别争了 我都看出来了 刚开始把您二老分开敬仰 是怕您二老总是吵架伤身体 看来我们想得太简单了 这么着 回来我跟我大哥再商量商量 还把您二老送回老宅子住 还您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十双花用我们全包了 另外再给您聘腿个保姆 不用 有你妈 顶好 顶好 本天地想不爱唱也唱流水 留情留爱情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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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啊 就刚才那个老大爷学那猫叫 学得还挺好的 是啊 学出层次感 是 这也就是生活中的乐趣 你看老年人退休以后 业余生活多了 休息的时间也变得多了 你看有一些业余爱好 就能够丰富自己 我想问问郑健大哥 您这今后的退休生活 有什么打算 实际我是一个挺能坐得住的人 对 我呢平时的业余爱好 就是做做饭 有时候隔三差五找朋友们 李丁这样的 我们一大堆坐在一块儿 聊聊节目 喝点小酒 然后自己在家 哎呀有时候刻刻印 我知道您特爱写书法 对 写写字 刻刻印章 对对对 就是年轻不老的心 那想问问李丁啊 我特别喜欢 你展望展望未来 你以后老了想干点 我要是上岁数以后退休了 我就准备呢 就是周游列国吧 出去旅游 然后带着郑健老师 咱俩一块儿去 就是一个地儿一个地儿 然后咱们在路上 好好聊天 你咱别这样了 你让我多活进点 碎嘴的人谁也受不了 不是 可别折腾了 我带着您 咱们一块儿出去 因为 对吧 就是你说年轻人 跟老年一块儿就是互补嘛 他都会给您 不是 超级旺盛 是吧 其实我觉得其实 业余爱好可以丰富 我们很多的老年生活 比如说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业余爱好 在退休以后都可以实现 对 写写字啊 下下旗啊 听听歌 现在有好多的敬老院 他们的活动组织 也很丰富多彩 是 而且还有好多的老年朋友 在敬老院里边 还找到了新的干情 还有这事儿啊 真的 你要不信的话 我们看下面的节目 把你的手打开 放空 放空 空 哎 姑娘啊 你出国妈就不跟你去了啊 哈哈哈 没事儿 妈不都跟你说了吗 妈这有人照顾 啊 哈哈哈 啥 你 你过来了 不是不是 姑娘啊 姑娘 那个啥 你听妈说 喂 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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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什么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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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瞅瞅你呀 哎呀 哎呀 你吓我一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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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你这老太太可真有意思啊 给我踩了你还整 哎呀 姑娘啊 这个这个 哎呀 你是不是有啥生日 哎呀 张姐呀 我也不瞒你了 就是这个事儿 我姑娘他们单位呀 派他出国学习去 我一个人在家 他不放心 为了把我也带上 那不好 好事儿吗 你瞅瞅你 啥好事儿啊 就我这体格 要是到国外 那不给姑娘增监负担吗 你妈那倒也是 但是那你不去 那你咋跟你姑娘说的 我说我有老伴儿了 啥 你有老伴儿了 不行别瞒了 嘲表示啥色 张姐 赵是我的事儿谁啊 就是那个老秉 那个那啥 我我我我我骗我姑娘呢 白惊喜的 要有这事儿我不能不知道 你要知道全靖老院的人都得知道 哎呀 问题是 那你没老伴 你骗你姑娘 你姑娘知道不 还得把你给带去啊 我就是为这事发愁你嘛 一会儿我姑娘就来了 没事 大妹子 看老姐姐的 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实在不行啊 就找个老伴踢一下吧 那你看老刘头行不行 人品不行 人品咋不行啊 还咋不行 哪会跟这么老太太玩斗地主 他不偷大王啊 那也不赢啥 赢不赢啥 这叫啥你知道不 啥呀 这叫通过排品看人品 对不对 不是 那咋的呀 不是 那看人品 那你说谁行 谁行 别着急 我帮你想想人不就晚了吗 那么多老头你 一人 我饮酒 喝多了 喂 两眼 我毒香水 香双龟 香双龟 有了 老伴 过来 一个人我喝多了 喝老婆 我怎么今天有点不好使呢 我喊你呢 你过来 香香水 一人火炎酒醉 打脸了 喊你没听着我喊你 你干啥玩意 我让你过来 你说话行不 过来 别干不准 不是 来来来 把这儿咋一下 来来来 跟你说点事 老王大胃的咳嗽呢 大哥 神经 给他当老伴 我心里心脏病犯了 可是老伴你 三女妹咋个事啊 哎呀 就是这么个事儿 她姑娘呢 要出国学喜叙 非得把她带去 她她担心身体不好 怕给姑娘贴负担 就骗她姑娘说 她有老伴来 但是她没有老伴 我就把你借给她来 一会儿姑娘来了 怎么露馅呢 就完了 露什么馅 露什么馅啊 这个玩儿还不能帮吗 王大妈 你姑娘来看你来了 默奥 默奥 不行 没事 暂定 关键时刻 看我眼色形式 来 塞大 我塞满伴了 去马上 妈 妈 在这聊天呢 姑娘啊 妈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大爷 这是你大妈 不是 你坐着吧 还是我介绍吧 这是你妈妈 那个你是她小朋友 您是 我是她俩的介绍人 叫我张阿姨 您好 张阿姨 你大爷的陪坐吧 您 您好 大爷 您好 我妈说过您 好 那是挺早的 没了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我记得我是五六岁来年搬到咱们村了 那得六十多年了 啊 这么长时间了 哎呀 我的妈呀 你说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啊 哎呀 我的妈呀 你说我真没想到 你看我大爷这么熟呢 嗯 老熟了孩子 是吗 那 哎 我今天一看 我发现大爷体格还挺好啊 这都老健壮了 我妈 我们这肩膀 一到阴天下雨就淘了 我跟你说 孩子 你妈这胳膊呀 小时候上树掉下来追的 是呀 大哥 你还记得这事呢 我给你背家去的 我的天哪 现在还疼呢 我会贴膏有的吗 哎 你别认动他呢 真的 你镇长不行 我告诉你一勺 来 你看到没有 再立起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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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大哥 没事吧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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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你这么的 有事啊 你就先走吧 这会儿你就放心吧 你快走吧 哎呀 快走 张姨 我没啥事 你是不是有事啊 不是 我 你要有事你就先忙 不是 我还有事 那个你要有事就先忙 哎 大爷 哎 你前老伴 我前 这老头你真有意思 我你前老伴你 看我干啥 你说呗 那就 没了 没了 你确定没了吗 刚没 没了 我给你 莫面哥 你和你咋都换的啊 你这个妈在这挺好的 要不你就先回去吧啊 哎呀 我妈 我没啥事 我跟大爷再拉两句啊 不是 拉两句 大爷呀 要不再问你 我出钱 你跟我妈呀 一起去 啊 不行不行 你大爷不能去 妹子 出国旅游多好啊 啊 还能坐大飞机呢 干啥去啊 孩子出钱旅游去啊 那家大爷得了 还没坐过飞机 咋的啊 张爷 没事 那个我也没坐过飞机 啊 不是啊 那个我不坐 我不坐 你大爷紧张 我安慰安慰着 啊 跟你说 大爷呀 你别紧张 别紧张 别紧张 你来快坐这儿来 坐 我瞅啥呢 就起下得了吧 大爷 大爷 我跟你说啊 就你俩这事儿 只要我妈同意 啊 我没意见 我 我也没意见 你俩是不是得撒开了 大爷 我这啥意思呢 你都没啥负担吗 我没啥负担 我有退休金 加几个孩子 加几个孩子 也问你有没有孩子 你又看我干啥孩子 哎呀 你问你有没有孩子横上来 我没孩子 我还不行横吗 你没孩子 你跟谁俩横呢 我没孩子 我跟你横呢 我没孩子 你没孩子 我跟你横呢 你跟我横什么玩意 张姐 因为你不生孩子 问我呀 不生 问我呀 不生 你给我三个人 我生了什么 我现在怎么跟你没关系了 我这什么玩意 你得大毛评评你啊 哪有说一提孩子 你跟我来鸡头背脸 一直还跟我来鸡头背脸 你说我这辈子跟她过来这日子 哎呀 我爱你 妈 咋回事啊 姑娘你亲妈解释啊 别解释吧 我好像明白了 你不明白 我明白了 你不明白 张姐 张姐 把你的手打开 妈 啥也别说了 快收拾东西 赶紧跟我走 站住 我爱你 亲爱的姑娘 真爱的 心情慌张 大白不 停 玩哪个 管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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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我跟你说啊 今天这都忙着你 没跟你玩逗地主了 留该干啥干啥去 走走走走走 不玩逗地主 咋嘛叫一门跟你玩这 走走走走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说什么玩意 走走走 你说吧 其实你妈说的那个老头啊 是我 妈 这是我一年前给你写的信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们 见到你心就慌了 留头你挺有才艳 别像你那坑 风 张姐 张姐 别念了 别念别念了 老刘啊 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王啊 有些话你不说 我要是再不说 恐怕以后就没机会再说了 今天我要大声地对你说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那留我跟你说你这 我顶你 我爱你 爱你 我爱你 敬伏着我 那一米醉的眼 他爱你 爱你 其实啊 在家庭中 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最亲的亲情关系 有的时候做子女的 却不能够理解父母这一辈 我不知道郑建大哥 您跟您的孩子之间 会有这样的小矛盾吗 他大了 他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除非他做一些事情 父母需要一些指引 或者是探讨 可以互相交流 不要强加于他们 不要强加于晚辈 你总认为他是你的晚辈 没有长大 中国人这种教育的方法 就是我是为了你好 实际有些地方 未必起到这样的作用 你既然是为了他好 那就尊重他个人的意见 当然年轻人 有不成熟的地方 你可以提出你个人的看法 然后通过交流 像朋友一样 像知心人一样 就你看比如郑建老师 跟他的女儿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称呼都是小郑 然后他女儿叫老郑 就这样的 对 然后小郑 特别平等 对 小郑喝点儿吗 老郑咱们喝一个吧 就他们都特别客气你知道吧 就不像比如说 我奶奶也好 我妈也好 在家里面都是命令我那种的 就是一命令吧 就会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比如说比如早上起来 要一出门 然后我妈妈就说 你丢 把鸡蛋吃了 我就不吃 我就突然产生逆反心理 就这样的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 可能和两代人之间那种沟通 会有一些问题 我是觉得当父母的跟当孩子的 这个要互换角色 你应该充分理解孩子此刻需要想什么 而孩子也尽量要理解父母 他出发点是哪儿 互相理解了就好处 我其实理解 我其实真理解 所以说每一个个体 都有每个个体对生活的一个观察的生活角度 他认为正确地就让咱们闯一闯 只要不违法 我们完全可以撒开手脚 让孩子茁壮地健康地 无忧无虑地成长 多好 在刚刚这个作品中呢 是女儿由于过度担心 母亲在敬老院里过得不顺心不幸福 但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的敬老院啊 条件都非常的好 老年人们在敬老院里找到了自己西洋红的爱情和友情等等 不信接下来我们就接着看 她们的敬老院 两个宝宝 是什么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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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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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丰富的 导富的 你丰富的 又丰富的 啊 啊 啊 不是 不是 喔 有 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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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 喔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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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老了 真的感觉 最美不过夕阳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老年之友节目 患病的人会出现行为障碍 有的时候四肢会莫名地抖动 他们时而会悲伤 时而又会开怀大笑 还会出现认知障碍 比如说把收音机当电话 最可怕的是 他们会忘记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他们的大脑里就好像下了一场大雪之后的土地 干干净净 失去回忆是可怕的 在日落西山之际 能靠记忆活着 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幸福 相语 幸福 相语 你不相信 相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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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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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侯伯林老师 在80年代初 去天津讲课的时候 我们留下的珍贵的影响 别人享受不到的待遇 和这样的机会 对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 这个 对 我奶奶 这就是现在逼着我吃鸡蛋 奶奶 你看他特乖 就是 小时候特别乖 对 我小时候特别乖 我奶奶天天说我 我认 我现在都已经 翅膀都硬了 我奶奶还天天说我 在他心里愿意愿意 我永远是照片里边的这个样子 实际上他是在跟你交流 他用他的方式来跟你交流 是 再来看看下一张照片 这是李丁 这确实是我 确实是我 你还当过兵呢 我确实当过兵 当了两年 这是军训的时候吧 不是军训 是真正的井井的当兵 服役的这样当兵 你看我正在拉那个车上边 那个卷帘门 那天是正好有我们隋军的记者 来照相来 然后但是我拉着门的时候 然后看就这边闪光灯亮 就在那亮就上开 对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 这是刚刚开始说相的时候吧 这是我梦开始的舞台 在大学的校园里吗 校园里 当然我们很快乐 而且你看当时我是在痘痕的位置 当时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礼堂 可能做一千多人 你当时的搭档现在还在从事相手专业吗 我没有 我当时的搭档学的是旅游 他们家里边开了一个机械厂 然后我又学机械的 然后当时他还说呢 说李丁 你要是相手说得不行的话 就来我们厂上班吧 我就觉得现在没关系 我还可以 刚才我们一起通过一些老照片 来回忆了一些人生中的精彩的瞬间 其实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是非常珍贵和难忘的 我们只要珍惜当下 过后每一天 每一个瞬间 就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 也不会担心被遗忘 只要心太年轻 就永远不会老 这不又有一个老顽童 他有自己的快乐和烦恼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你干什么呀你 你这不是教我跳舞吗 你笨不是 不是啊 这歌已经唱到了 后空翻两圈 然后敬个礼 后空翻两圈 你也别敬礼了 直接就随礼了 那就不翻了啊 可是礼还是得敬一个啊 哎呦 还可爱啊 我搞不明白啊 你怎么那么爱跳舞呢 都成魔障了 前两天猪圈里头两头猪打仗呢 你还能跳个街舞 这也不能怪我啊 我以为那两头他们要跟我斗呢 再说了 跳舞有什么不好 跳舞就是运动吧 你看 我现在跳的军村 跳的活力啊 人家现在都叫我叫大哥 大爷 小伙子 我给你科普一下啊 以后呢 遇到像我这种意气风发的中年男子 你得把他的年龄叫低一点 人家才会高兴 明白吗 明白了 大声叫一个老弟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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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还没到 待会再点餐 行 叫大枕好了 这服务员还不如我家的猪呢 哎哎哎哎 我跟你说过了 我们两个事呢 闺女还没同意呢 他的个性呢就是比较文静 喜欢看看书啊 种种花呀 羊羊草啊 你别一天到晚提猪 你到时候把他吓跑了 我们两个事就黄了 可是我就是养猪的 对不对 我不提猪我提什么 我跳舞吧 哎哎哎哎 也别提跳舞啊 这个今天我已经把这个包厢给包下来了 也交代了他们里面不要有音乐 你只要没有音乐我就不会跳 哎哎哎哎哎哎哎 妈哎哎哎哎 妈我来晚了对不起 嗯你看咋的了现在才来 我这不是今天合唱团排练吗 妈我今天学了首新歌我唱给您听啊 太阳下山明天依旧爬上来 花儿写了明天还是一样离开 别听那样哟 哎别哟了 不好听了吗 不不是那个张鼠腰不好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儿杨杨 你好 你好 这是你张叔 别提养猪别跳舞 我是舞猪 你好舞猪 不对吗 不是张鼠吗 是张叔 张叔大名叫张舞猪 这名有意思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大家都坐 大家都坐 来坐 给我站起来 你站着点菜 好的您看您想吃点什么 哦 喂我点菜呢一会儿给你回啊好 你们这员工上班的时候不能开静音啊 你不知道这有人不能听音乐吗 我不知道啊那行那我点完菜就调啊 哎 我不跟你说了吗 一会儿给你回 再说了 人家这儿有人听不了音乐 你不知道吗 现在赶紧把手机调成静音 他调完了 他调什么呀 我让你调啊 哈哈哈哈 我也调完了 我告诉你啊 你这手机要再响的话 我就把它给摔了 放心吧阿姨 来来来 来 我现在点菜 水煮鱼 夫妻废片 鱼香肉丝 辣椒炒肉 哎哎 哎杨杨 哎 你有什么忌口的吗 我没什么忌口的 我吃素 哦 都别放肉 辣椒四分 我 哎 你 我 我 不让你更想 不让你想 不让你想 喂 莉莉 我今天不行 我今天有个面试 啥面试工作呀 面试个爹 对 不是我的想啊 对 知道对怎么还踩呢 对 对不起 太厉 后厨和采影部注意了啊 都把手机收好了 这儿有个大姨 爱摔手机 妈 哎 我看我张叔啊 时而奔放 时而张狂 是不是有啥毛病啊 毛病 毛病 他没有毛病 他就是那个 他颈椎不大好 颈椎 那能治 张叔 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做企业的 什么企业 我是做这个 副食品原料 活体培育 啊 你这职业 我还真没听说过 哎呀 那可不 现编的 是有编制的 啊 那您公司规模 应该挺大吧 大大 那可大了 三百多头呢 什么头 人头 对对对 三百多人头 三百多人头 那一定不好管理啊 是啊 不好养啊 这个 胃不饱的话 大家都跑了 跑 跑就是跳槽 杨杨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我就种种草 杨杨花 看看小说 弹琵琶 哎呀 好啊 我喜欢听琴琵琶呀 来 弹一首 弹什么呀 现在这个场合也不合适嘛 是不是啊 而且没带琴啊 对 我们饭店有琴 叫和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琴啊 我们弹的是 琵琶 没有别的 只有琵琶 你们酒店还有琵琶呀 我们老板娘就喜欢弹琵琶 啊 你们老板娘弹琵琶 还得找她借 别麻烦了 要说借呀 那确实是麻烦 但是她就在这儿呢 哎呀 真没想到 这饭店还能有琵琶 我是不弹是不行了 我先调调弦 哎呦 小伙儿你过来 你真是太可爱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全心怼我是吧 你咋不整个乐队过来 您的宝贵意见 我们会好好考虑的 哎呀呀呀 老方啊 她要是弹的我跳了 那怎么办啊 不不不不 你一定要压制住啊 娶我为重啊 来来来来 你把两个手就压在屁股底下坐着啊 我帮你压着来 先走了啊 哎呀 太好了 有那么好吗 你这个琵琶一弹 就让我想到我的员工啊 员工 员工 他的意思呢是说 你这个弹得太好了 圆满成功了 哎呀 叔 您夸奖我了 妈 有那么好吗 好 太好了 再好也得吃饭嘛 是吧 来来来来 吃吧 杨阳啊 我跟你张叔这个事 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我觉得我张叔人挺好的 挺幽默 我没啥意见 这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了 我看我是过关了 过关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了 你放心吧 别说是音乐了 现在整个乐队来啊 我都能帮你整明白了 哎呀 怎么了 你看看你还感觉都哭了呢 哈 哈尼 哈尼 乐队来了 来什么来啊 干净 走圈 哎呀 你得挺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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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挺 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 我看我张叔不像是颈椎有病啊 是颈椎以上都有病啊 咱们还是说实话吧 骗得了一时 骗不了一世 我来跟他说 杨阳 叔就跟你说个实话好了 叔平时就说实话了 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跳个舞 平时除了养猪之外 其他啥也不会 这一个人苦闷的时候 我就爱跳舞啊 所以我现在听到音乐 我就必跳 我是变成舞师了 你知道吗 那个企业也不是什么企业 它就是个猪圈 养猪场 那跳舞就跳舞 养猪就养猪 你们瞒着我干啥呀 不是啊 你妈说你平常喜欢读书 喜欢静 怕以后住在一块的时候 那猪吵到你 所以怕你不同意 哎呀 妈 你说你 差点人正黄了这是 这张叔有点爱好 你得支持啊 再说了 养猪怎么了 啊 我张叔不养猪 人人都不养猪 这以后炖酸完菜 上哪儿照排骨啊 这世界上 再也没有大炖菜了 你别再说了 说得我都馋了 哎 改名章说 你教教我跳舞 咱们呢 一起跳 改什么名啊 要跳现在就跳 音乐走起 哎哎哎哎哎哎 不是哎 这是她的闺女儿 还我的闺女儿啊 看你 看你 刚才这个作品中呢 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误会啊 其实都是源自于 有时候我们太在意 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一些 形象和印象了 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顾虑 对 让自己很焦虑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到网上去 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来印证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 一种形象和定位 来找回自己的定位 不能信不能信真的 那个网上都不准 怎么就不准 我做那个测试 每一次都说说李丁 你的性格是一个碎嘴子 这这准 准 那话说回来了 其实这些网络上的测试啊 都是图一个乐 就是我们测一测就好了 不要过于当真 对对 但是有些人呢 却恰恰热衷于在网上去测试 不仅自己做测试 还给自己的老伴做各种测试 让自己的老伴也涂增了 各种各样的烦恼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测测你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 老李 你上哪去老李 快来快来 快坐下 坐下 坐下 哎呀 今天又测试什么呀 今天这测试可好玩了 嗯 你听着啊 以下有四种动物 让你带走一个 你会带走谁 狗 羊 猫 鱼 猫 听话又吃的少 我带走鱼 因为你爱吃鱼 你听着啊 选鱼的人有自我牺牲精神 为家庭全心全意付出 选择猫的人看似专一专注 其实心里有很多小心思 你有小心思啦 我什么就有小心思啊 那你干嘛选猫啊 猫不是又听话又吃的少吗 选猫的人证明你不是他的菜 也不是他的最爱 啊 这这这怎么回事啊 什么爱不爱的呀 这都老夫老妻的了 你真是 不是你跟我说你最爱谁 又来了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成天报这个手机 不是测试这个就是测试那个 不是人都说呀 人心难测 可是有了这高科技啊 多难测都能测出来 你说你无聊不无聊啊 啊 就四种选择 这茫茫人海这么多人 难道就分四种人 这些都是娱乐啊 你不能当真 你不能当真 好吧 好吧好吧好吧 你口渴了 对我正要倒水 放下 没说你 说题呢 这也是题 对对 坐下坐下 你口渴了 桌上有三杯水 你会选择哪一杯 茶 白开水 可乐 我都喝 什么都喝 只能选一个 可乐 你怎么选可乐呀 你别选可乐 可乐对身体不好 你这高血压高血脂的 你选茶得了 那行 我就听你的 我选茶 选茶的人感情由浓变淡 表面追求平静的生活 内心早就想换种活法 怎么回事 不是 你怎么想换 你怎么想的呀 不是 我换什么意去 我有什么想法 不是 这茶 是你替我选的 有想法人应该是你 我说选可乐 你非得不让 对对对 我说什么 选可乐的人 有颗激情澎湃的心 无时无刻 不把自己处于 亢奋热恋的激情 哎呦 你什么时候能有 亢奋热恋的激情啊 什么叫激情啊 就是你对我热情一点呗 我没工夫跟你闹 我喝点水 我还下棋子 等会儿 你可不能走 你是不是怕我测出什么真相来啊 那你就更不能走了 我告诉你今天非得测清楚了 要不然 要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 不是 什么就没法过了 都五十多年了 你说你搞这些干什么呀 不是 今天是我生日 所以你就得听我的 不对啊 你上个月刚过上生日啊 今天是我满月 这生日还有满月的呢 哎呀 行了行了 行行行 我听你的 就是不是你的生日 我也听你的 好好好 咱们接着测试啊 还测试啊 嗯 快坐 好好好 测试测试 只要你开心啊 哎我问你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你想起来没有啊 不是你生日吗 什么我生日啊 不对你好好想想 我想不起来 我想不起来 你看 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都想不起来 说明我在你心里 一点分量都没有 是 结婚纪念日 你跟谁结婚纪念日 不 不对 咱俩结婚好像是在冬天 哎呀 不管是什么日子 只要是重要的日子 必须要有仪式感 哦还要有仪式感 你看人家说了 好的婚姻就需要经营 经营 嗯 那这么你 这么说 那这婚姻都成买卖了 啊 两口子每天还得抱着算盘 算得失 哎呀你从来就不把家里的事 放在心上 我怎么就不放在心上 那你说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我退休的日子 对 哎呀 我这谁记得住啊你 我连咱们家老三老四 哪天生的我都搞不清楚 所以说你不把家里的事 放在心上呢 哎你说你这点心思 你都想什么去了 放哪儿了 我都七十五了 我还能有什么心思啊 我每天就是公园 家里家里公园 这家里的事又都是 牛你操之着 我又帮不上忙 哎呦 嫁给你真亏了 一点都不幸福 哎 今天我还看见一条呢 哪来着 幸福 哎 哎人家说了啊 如果你的丈夫 如果你的丈夫为你做过以下五件事 证明你嫁给了幸福 我都不敢往下看 一 绝不让你一个人哭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哭过呀 我不在你哭给谁看呢 二 和你一起分担家务 哎 这有啊 这有啊 这有 你做饭 我负责吃 哎 从来不省菜不省饭 我用行动 证明你的手艺非常好 好吧 算一条 第三 工资卡在不在你手里 我哪有那权利 第四 有没有牵着你的手陪你去逛街 有 这有 一到商场 我就拽着你的手 不是 人家说是牵着手 不是 我不拽着行嘛 一进商场 你一看你打折商品 你跟疯了似的 好吧好吧 好吧 第五 他知道你的喜好 会把你爱吃的东西都留给你 你爱吃鱼尾 又爱吃蛋黄 我不是都留给你了吗 其实 我不爱吃鱼尾 也不爱吃蛋黄 什么 你不爱吃鱼尾 不爱吃蛋黄 鱼尾刺特别多 每次都卡着我 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鱼头 可是我一看 你那么爱吃鱼头 我就骗你说 我爱吃鱼尾 哎呦 五十年了 你吃了我五十年的鱼尾啊 五十年 我让鱼刺 假了五十年 哎呀 我们都想着呀 把最好的东西 给对方 可是却不知道 人家喜欢不喜欢 我还以为我多了解对方呢 闹了半天啊 我们错了 那今天我没通过测试 你没通过这个测试 可是 你通过了我的测试 老李 我从嫁给你 你就忍着我 你都忍了我一辈子了 哎呀彼此彼此啊 你不也忍着我嘛 你每回一生气 我一听你你剁肉的声音 我就知道你心里多么的恨我 每次你跟我吵架 每次你跟我吵架 你到晚上就使劲打呼噜吵我 在家里头 你老骂我没用 可是一到外边 就总说我的好 在家里你老嫌弃我 可是在外边 你就老夸我 哎 结婚的时候啊 我说我保证让你赢 绝不让你输 可是俩狗子有什么输赢啊 老李 你说吧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我没啥要求 我就要求你今天别再测试了 知道了 我就给你做鱼去 哎呀我要吃鱼尾啊 坏了 今天准备的是剁椒鱼头 啊 好吧好吧 我去给你买鱼尾去 好好好 哎等等我陪着你去 你现在拽这么紧干嘛呀 哦对我以为进商场了呢 老婆妹 其实啊真正的爱情呢 是不需要通过爱情测试的 因为两个人在日常的生活的相处中的 点点滴滴之间都是真感情 没错我就说呀 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将心比心 哎说到将心比心这词了 我跟刘薇还在这演过一个小品 就叫将心比心 那李丁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郑健大哥将心比心的故事吧 好 来了来了来了 老公我问你 我爸管咱俩借钱这事儿 你心里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那能有啥想法呀 老丈人跟女婿借钱 这是给我表现的机会 别说是五万就算是五十万 我也不能含糊 但是我没有五十万 好 快走 你这么带 那个你把礼物和这个钱都给你爸带上去 我就不上去了 为什么呀 我主要见你爸不太会说话 不是我紧张害怕 不是你怕他干嘛呀 一会上楼呢你就把嘴给我调成静音模式 记住没有 嗯嗯 走 嗯嗯嗯嗯 爸 我们回来了 哎呦 大规矩回来了 哎呀想啊想啊想啊 要顾约约回来了 嗯嗯嗯嗯嗯 在弄模式的啊 什么毛病这是 打招呼 啊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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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错 刚进门就给我来一缩了是吧 啊啊啊 这是黄像特地给您买的 都是您爱吃的 是啊 那么赶紧看看 这给我买的呀 是啊 太好了 我就爱吃啊 好好好 嗯好吃吗 好吃 怎么样 不是好 你姑爷是谁呀 你姑爷了解你呀是不是 嗯 老丈人你最英明神武的一个决定 就是把姑娘嫁给了我 我给你买的能差吗 你看这写的 嗯 拒绝挑嘴美毛去类 田园 老丈人我过了我这个 这个是给我家宠物贝贝买的 不是给你这个宝宝买的 我给你换的啊 你等会儿再换吧 我怎么感觉这东西 喂狗的也喂人的还好吃呢 这东西要是麻辣味可能就更好点 那不行 那辣味的狗不死 狗吃了钓毛 我钓毛吗 我我我 我还是给您换去吧 换什么呀就放这吧 你坐坐坐坐 你们俩来干什么了 看你呢 就弄了这狗粮干看呢 想起来了 五万块钱是不是 是 爸呀 对 爸呀你说你怎么还能用球这个字样 啊 当女性的这都是 应该有关的 是不是是不是 所以说了 你电视给是不电视给啊 给 老丈人这个五万块钱 刚从银行取的 你点点 甭甭点了甭点了挺好挺好 对爸 这钱啊您千万别舍不得花啊 方向说了 花没了我们再给您 以后您的生活态度三个字 哪啥字啊 就是玩 你在玩还能玩几年了 是吧 不行你别说话 咱俩还是走 好不好 走走走走 肯定走 哎 老丈 啊 老丈在家吧 老丈 在家在家呢 快快快进来快进来 在家呢 有客人呐 哎呦 这哪是客人呐 啊 我闺女 女婿 啊 我给介绍一下啊 这是你威仪 哎呦 威仪好 啊 既然孩子回来了 那我先回去了 哎 哎 干嘛回去了 该走的是我们 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你们难得回来 在家呀 陪你爸聊聊天 吃吃饭 老丈 那五万块钱呢 咱回头再说 别阿姨 你们聊着啊 正好我们俩还有生日呢 是不是啊 方向 别走啊 没事啊 在家一块吃个饭 啊 对 你能不能明白点事啊 这么多年 我爸一个人辛辛苦 给我带大 我好不容易 给他盼来个老伴 这老伴是盼来的吗 我怎么感觉 是花五万块钱买来的呢 你这样啊 你听我的啊 为了不让爸上当 你听我的 魏姨 那个 没事 咱们今天都没事吧 一起吃个饭呗 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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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客气一块一块 吃呗 哎呀 那行 要不我去给孩子做个饭去 行 不行 魏姨 你不能动 您是个人 怎么能让您动呢 第一次吃饭 您就坐 媳妇儿 整几个拿手好菜啊 好嘞 好好表现一下啊 去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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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你看看看 你坐坐坐 你坐坐坐坐 咱咱咸盐在哪呢 在左手边第二个调料盒里 哦 那酱油呢 在右手边第一个柜子里 哦 那淀粉呢 在中间最下边那个抽屉里 哦 那咱家纯哲呢 在 哎 这我不知道 这不知道 那个媳妇儿啊 哎 你这么得听我的吧 你的啥也不知道在哪 咱们一起出去吃一顿吧 哎呀 哎呀呀 你看我这脑子啊 我这记性 刚才我排队呀 买的熟食 这有猪耳朵猪鼻子猪舌头 还热乎的呢 妈呀 买的全是猪头肉 这好啊 这是拿我老丈人当猪头来 我就爱吃这个啊 这猪头肉 好好好 来来来来来 切切切切切 我帮您来 来来来来来来 一会儿在那喝点啊 喂 哎呀 这孩子吓我一跳 我耳朵不背 好好好 哎呀 坐 你也坐 你也坐 哎呦 你这样啊 哎呀 我冒昧得问你几个问题 方便不 哎呀这什么冒昧呀 你快问吧 家里几口人啊 两口人 那应该是您和您老伴吧 对 我和我 不是 是我和我儿子 儿子平时在外地 家里啊 就我自己 女中豪杰 儿子在外地打工 自己在这一片活动 是吧 呃 那你们这个行业 没什么门槛年龄限制之类的吗 没有啊 我们这个行业是越老越值钱 哎 主要是经验丰富 那都这么有经验了 这一单得换回去 哪有 哎 哎 这猪头肉可太香了 来来来来 一块儿再喝点啊 来来来 哎 味儿还行 太好了 嗯 老公快来吃饭了 来来喝点酒啊 这咋可吃不起 太贵 哎呀 什么呢快过来呀 哎呀 我今天早上出来看个新闻 就特别的惊讶 你们想听听不 想啊 看啊 一名自称单身的老年女子王贵兰 英文名叫索菲亚 同时周璇于四位老头之间 以黄昏恋结婚为由 骗取老头钱财 四位老头得知真相后 伤心欲绝 手拉手站到天台 差点没回来 你能能别说话了 吃猪头肉还贱上你自己啊 哎呀哎呀 这猪头肉咱们没吃啊 太贵了 谁吃谁变第五个老头 乱七八糟了 说得不明 来来来 喝酒过来 快 对 爸 多喝点酒 酒这个东西啊 有的时候会迷糊你 但是有的时候 还能提醒你清醒 这样爸 你喝酒 我给你哼个小曲 还有半唱啊 接你接你一双慧眼吧 把这艳与寒得清清 处处明明真真切切 接你接你一双 方向 你是不是疯了啊 没喝就多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那非得让我把话说明白吗 我就觉得这老太太是骗子 送咱爸钱来的 哎 行 老郑 我走了 不不不不 爸 抓住他 不不不 你说什么了这是 不行 今天啊 又老郑 爸 就今天这五万块钱的用途 说不明白 谁也别想走 老郑 你这是干什么 孩子 你是不是就是说 那五万块钱的事啊 对 就这五万块钱解释不明白 你就不能走 老郑 我来说我来说 哎呀 孩子 那我告诉你 是这么一回事啊 你爸爸呀 想给你女儿 也就是他那外孙女 想买一个信托基金 就差五万 这不开口向你们借的吗 啊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跟啥有啥关系 我是怕你们忙 我就跟这个威怡说了 威怡说不用麻烦孩子 我那有五万块钱 我有 我有 今天他给我送过来了 没有 你想什么的姐 你这是送钱的啊 孩子 平时啊 平时啊 你们这工作都太忙了 这做老人的呢 就是怕打扰到你们 其实你爸爸 这心里一直一直是惦记着你们 其实这做人呢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应该将心比心 你说对吧 我说你刚才你那番话 我还得操作 爸 爸 爸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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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威怡啊 对不起啊 郑重地跟您道歉 这个事是我的问题 是吧 我将心比心的 我说实话 我从您一进门 我就觉得您是个好人 善良 真的 主要是您长得太漂亮 我看我老丈人配不上你 别说 别让我说话了呗 这就不会说话可东西 别生气了啊 咱们别在这站着了 快 尝尝我阿姨买的猪头肉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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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赶紧 对 我就做啊 今天都是我的做 你看 爸 你给我吃点 吃啥补肠 吃啥补肠 吃 吃啥补肠是吧 那你威怡今天还差一样东西 你吃的最合适 啥呀 猪脑子 我还是把那个主娘啊 给您换那个你 不是 给您换了是吧 哎呀 老丈人 你还要什么人的意义 你还要什么人的意义 通过这个作品 我发现郑剑大哥 其实演小品 跟说相上一样 都特别地稳重 能够给对手系的搭档的 莫大的安全感 但是我是更期待看到 郑剑老师演那种反差 特别巨大的角色 我演了我呀 还有你参加呀 明春举什么演的多反差 说白了就是说 他想跟您一块演 就是 您听出他的意思了吧 听出来 没问题 我要跟你演的 我条件 你得写出符合你自己性格 有个人特色的节目 我就跟你演 而且你把那人物写的反差越大 我越高兴 您那反差大一点 可以 那我们可是特别期待 咱们先约定好了 这次作品一旦创作出来 先到我们《我爱满堂彩》 来首演好不好 我觉得没问题 其实今天非常感谢 两位做客我们节目 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就是因为知道 证件大哥平时 业余爱好这个书法 写得特别好 能不能在节目最后 为我们留下一份墨宝 作为我们节目的小礼物 可以 真的 哎呀 谢谢 谢谢 不过不是没笔 没纸没带着 你怎么回事呢 我是干嘛这样 我带了 我给您拿去啊 这笔墨 职业都有啊 你别走啊 我爱满堂彩 感谢证件大哥 听我们栏目的这份墨宝 非常的珍贵 也谢谢两位做客我们节目 我们和观众朋友们约好了 下一期的 《我爱满堂彩》 我们再见 谢谢 还不见 我还会回来的 粉嫩粉嫩的 就来我们节目了 中间李丁来做客 和周宇讨论起了 夕阳红柚什么问题 也可以很浪漫 我要大声地对你说 发现这当中 不仅有人生的美好 更有生活的沉淀 你要把鸡蛋吃了 理解父母 出发点是哪 麻辣味的味道 那不行 麻辣味 欲之相情 今天又测试什么呀 工资卡在不在你手里 快修吧 周庸列国吧 带着郑健老师 我也没一个 地方 才能不能并不过 带着郑健康 释去